现在有最新消息就是德国出了来说 德国现在是落重注的 为什么呢? 他说他不会阻止对俄罗斯禁运石油 不会阻止这件事 现在德国就说他们有可能完全会有能源切断 但是他原话就说德国是不会阻止石油禁运的 德国这样合出来说 现在乌克兰就更加有底气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 这个又是新消息 又是欧盟 欧盟有些人出来说对俄罗斯的侵略 他们说他们的角度感到震惊 欧洲现在重新考虑和中国的关系 这个德国的企业就出来说 他说要调整对中国的策略 所以现在这个世界是很难平静下来的 所以你说为什么股市不会升呢? 就是这些了 现在整个大环境都不是很妥的 整个大环境不妥就很严重了 其实就 邝永盟有普京一招搞定揽炒欧洲 那不是的 现在他们很团结 现在你看到欧洲是很团结 就是如果他够姜出来说 你不卖石油给我也可以 就是德国不会阻止欧盟可能对 莫斯科实施的石油禁运 就是石油禁运就是 莫斯科俄罗斯出的石油 不可以去欧洲买 如果是这样的话 供应链就会有很大程度的改变了 其实就 你想想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就有时间搞了 其实就看起来 这个 他一说了 说德国不会阻止 其实我一看就已经呆了 就是德国他现在可以 觉得可能去到夏天 就停油也算了 停油 停气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停油真的有可能 那么 深水埗倒棍就摆明斗长命 其实是斗长命 但是现在很烦的一件事就是 德国佬他还有就是说 跟中国的关系都要重新考虑过 现在是 因为其实 就是 欧洲很多国家 最大的贸易伙伴 其实是中国的 其实就是 那么现在有些国家 就对所谓的十六加一论坛 这个十六加一论坛 就是中国和那些中东欧国家 一起做的 就是这个中东欧国家 一起搞的论坛 那 那 现在那个问题就是 又是 出声去 借中国了 那 和意大利都动手 意大利他刚刚改了一个法例 就是增强了 对这个外国收购的否结缺权 那这一项呢 是很明显是针对中国的措施来的 其实就是 其实这个是很难搞的 就是现在 其实中国说真的 他根本很难 要谴责俄罗斯的 就是说真的 我的粗浅的看法就是 因为这件事有太多历史的原因 现在 就是欧洲他这样 就像中国 其实 不合理的 那当然 那边立陶苑那边 他当然也要出声 哦 这个立陶苑 他真是坏得不得了 这个立陶苑的外交官长 哦 这个真的是西方的醒觉 你看看我们 你看看我们 只是在开个 台湾地区办事处有争执 哈 我们对中国的出口就崩溃了 就是 立陶苑又在闪风点火 哎呀 总之就是很难搞的 现在实际的情况就是 那么 欧洲现在的说法就是说 我们应该在俄罗斯 在乌克兰的战争里面 就吸取主要的教训 就是贸易本身就不能够改变 威权国家的行为方式 那么他们当然是定了 中国是威权国家 所以我们经常都说 这个 是屈中国的 中国 就是中国 你说 跟西方的民主是不是一样 那当然是不一样 但是你说 就是中国是不是一个 没有民主的国家呢 又不是 这个一定要说很清楚 其实大家都知道一样东西 现在就是 在中国就是一样东西 叫共产党领导 社会共治 我们说了很久的了 其实这一样东西 就是 很多东西不是说 共产党 说了事 不是的 现在中国都 其实就是 有很多有问题的 其实都是要处理 他们都是会处理的 其实就是这样 那先这一章 就说 德国换了人之后 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很难说 他们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青山同伴麻醉员就说了 我觉得之前 比劳之解放军事件 俄罗斯应该是知情和同意的 因为普京 这个是阴谋论来的 保复中国的华为撤出和银联加入制裁的问题 可能普京心想 不用自己出手 有人帮他搞中国 以示心头之分 何乐而不为 但问题就是 中国有公司是撤出了俄罗斯 最出名的那家就是 DJI 就叫做大疆 这个无人机 但是没有办法的 我们也要说 因为大疆的无人机里面 有很多零件 其实是西方零件 就是技术 有一部分都是西方的 整合的技术 当然是在大疆那里 但是那些零件 配件 就是那些镜头 很多都是Sony的 其实事实就是 那个感光器也是Sony的 你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有些东西 你不能够全部做完的时候 你要整合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跟西方有一定程度的妥协 才可以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我不是说要跪下 这个不是跪下 有些人说大疆跪下很离谱 但是你要看大疆的营修才可以的 大疆的营修主要就是在西方国家那里 卖无人机的 那么它有什么可能 就是完全放弃了西方的市场 只是服务你俄罗斯 根本就不适合 没有可能的事 对吧 那么深水埔导棍 就开发用的软件 就算你设计晶片用的软件 都是西方技术 还有一件事就是 你做计算工程数学 我之前也说过 计算工程数学那些 很多都是西方的软件计算的 没错 如果你有中国自己制造的软件去计算工程数学 但是 你去学工程数学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已经是用西方的软件去学的了 其实我们自己也是 就是我都要承认我自己也是这样的 就是我学数学都是用西方的软件去学的 那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明白一件事就是 别人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做得久了 那这个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除非你自己另外一套工具 可以发展出来 你不用靠他那一套的 但是现在有没有人做一套这样的工具出来呢? 其实就没有了 是不是? 卡丽联就说 德国信不过 德国不承认中国的疫苗 打科兴不准备 我不知道 这个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都要说 如果是的话 真的不错 这个呢 我觉得就是BioNTech和科兴 这是政治的问题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我很粗浅的看法 这个是 那么 STMI就说 他们互相矛盾 中国多少货供应欧洲 是啊 现在大量供应欧洲 那朱永生就说 现在看印度 就是除美国之外 最大的胜利者 是 没错 印度是很厉害的 这次是 就是这么说 他们的没用 对不起 我不应该这么说 我这么说 又会被人说我歧视 但是 就是他们那个 比较弱的情况 其实就变了很有利 在这个环境之下 其实就 很厉害 卡丽联就说 美国摆明 给印度执行便宜 为什么美国不制裁印度呢 因为 因为 美国要借印度搞中国 又是 其实是很麻烦 就是这样 现在 添加一车西方 西方他们 都没办法的 我的看法就是 他看到俄罗斯 尤其是西欧国家 你想想 俄罗斯 他这样打乌克兰 他们都害怕的 还有 就是这么说 俄罗斯本来很有道理的 如果他不是去出兵 去打人 他不断说北约东抗的问题 不断说出来 他们是可以做到一个影响力 我的看法就是 就是 斯洛佛克 保加利亚的地方 那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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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是 波兰都可以 那些地方 分分钟 不会搞到今天 那些地方 其实就是 这是我操钱的看法 所以现在是很麻烦的 香港人 HK就说 西方不是瘋 是要成俄虎之战 拉中国入国 怕中国再强大 就无力压制 这是西方的恐惧 对中国人的恐惧 拜登那些是老奸巨坏 他特意是要将你和俄罗斯 去串在一起的 其实就是 所以是没办法的了 TimGHK就说 过程双方都有错 最后迁路中国根本是玩弃 你不要以为 就是 这种做法 我的看法就是粗浅的 你不要以为这种做法 只是在西方有人这样想 其实我 看到的事情就是 俄罗斯都有类似的情况 就是说中国帮不了手 那些东西 你看得到 现在根本 中国是两边不是人 所以我经常都说一件事就是 你已经是去到一个位置 根本上 一定要维持自己 就是建国困难时期的 那个志气 是要靠自己的 中国是 中国是要靠自己的 Jerry Zhang又说 都不是当事人 你又不是大疆 又怎知道他难处呢 大疆 甚至倒闭都不关他事的人 怎样可以指指点点呢 就是 有些人 骂大疆 就是在内地是狂骂大疆 就是说他撤离俄罗斯是不对的 那你自己看大疆 他的主要收入在哪里 他的技术 如果要卖去西方 那他要整合日本 不同地方的技术 到他的无人机那里 整合是一个技术 很多年没用 其实不是的 俄国的问题就是 他们说不到给别人听 或者做不到出来 他们是可信的 你要明白 就是为什么 习主席呢 那时候整天说 就是中国 说好中国故事是什么 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其实习主席很多东西看得很前 不过有很多人在国内玩的 你知道吗 在国内是乱来的 强盛就说 德国的几家大能源公司被努布抓了天然气数 昨天我们说过的 他们就这样 他们就开了户口 但是还没做 这个情况就是 朱永生就说 我之前在俄罗斯用这么多西方技术 都是被西方卡贝斯的 但是普京也是动手 难道普京真的可以压得到民众 回到二战时期的怒气 我就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觉得好像是二战时期的怒气 如果是二战时期的怒气 那这一次就很可能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这次真是含加福了 那好了 香港是MHK就说西方是一句到尾的 玩中国是没错 是不守游戏规则 不守国际规则 咬骨中国那又怎样 惨得过有一帮一国之军都落搭 都跟美国走 是中国人就要清醒了 那就是这么说 就是香港那个情况 跟内地的情况 其实有一定程度的差异的 本来之前是 因为觉得这个地方 就是香港本来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出口 出入口的窗口来的 本来是 但是当有一边 就是打破了平衡的时候 就是19年那件事 打破了平衡 他就叫美国制裁香港 就是他是乱来的了 其实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这些叫美国制裁香港的人是乱来的 但是结果他们成功了 他们成功了是很麻烦的 帕斯巴就说俄国和... 你真的很好笑 帕斯巴就说俄国和古克兰颜色革命后 都谈判了很多年 但是他们有民意的嘛 你明不明啊 不是谈判那么简单 你明不明这一件事啊 别人选举他都要选得到才行的 就是 现实就是 那时候他们拉了那个亲俄的总统下来 你现在想一下事实 接着一年不够呢 就占了克里米亚 你自己想一下吧 就是如果不谈不合适 然后整个阁都被你走的 你觉得有没有可以谈 不是那么容易有得谈的 你自己看看那个情况吧 就是你说什么颜色革命那些 有时候我也不是很败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真的 人家就是选举选出来的 那他们... 当然你可以说 他拉那个总统下来不合规 这个是的 这个我也认为是的 他们拉过总统下来不合规 但是如果民意真的在俄罗斯那边的话 那你之后选举 应该可以选回亲俄的人上来 结果 乌克兰没有试过选亲俄的人上来的 那你就可以知道有些情况 根本他们自己制造了问题出来的 我操钱的看法就是 那... O2XX就说有些人真的有捐钱 内地前排很多人在网上叫人买俄罗斯产品 这些浪费啦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关你什么事 就是关你什么事啊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不关你事啊 这些就是 那威就说 俄罗斯打人多次打得太容易 他人地方太容易占 占了又没有人出声 连中国这么强 被俄偷了副业岛游戏 连说一声都没有 地球上他可以像美国那样 想打哪个又打哪个又如何 其实俄罗斯说到底都是一个... 就是我到现在的看法都是一个... 帝国主义操作来的 我就是粗浅的看法就是 非常粗浅的看法 那...但是...你自己想想 我帝国主义操作来的 那你就很糟了 民主是可以制造的 老子是可以洗的 那你很糟了 你如果是可以这样说的话 那为何俄罗斯不可以制造这些东西出来 不可以洗人脑 为何西方可以 对不对? 所以不是这样的 就是帝国主义操作来的 中国最惨的就是七八年打越南之后 完全变成小白兔 完全没有发动战争 你说完全没有反动 应该完全没有发动战争 中国是没有的 但是就是因为台湾未收复 一直被美国唱中国威胁论 世界还是这么多人相信 周边都是敌视中国 那Parse by X 你说被操弄的民主真的是真民主吗? 我都要跟你说 当你一说一样东西 你说被操弄的民主 说真的已经没有东西好说了 为什么没有东西好说呢? 因为你看不上别人眼睛的东西 你就说被操弄了 那说什么? 没有东西好说的 这个我就告诉你 所以到现在就是没有东西好说就是这样 所以你不可以很有偏向性地 去看这件事 如果你觉得俄罗斯正好对不起 这里不会说这些东西的 威说得对 就是俄罗斯一旦用武力 谁相信他? 你自己看看俄罗斯之后 做了其他什么情况 其他地方割别人一副出来 又说麦叉共和国 他们割了多少分这些东西出来 在他们以前控制到的地方 以前苏联控制到的地方 俄罗斯搞了多少个 这些麦叉共和国出来 你自己看看 没有人相信他是有原因的 你说中国没有人相信也有原因的 那我告诉你 不相信中国的原因 其实就是很少的 现实就是 有很多东西是媒体吹出来的 你说西方不相信中国? 如果西方不相信中国 怎么会是西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呢? 西方国家 最大贸易伙伴 差不多每个西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都是中国的 差不多是这样的 你是不是不相信? 事实上都是要你相信的 现实事实上都是相信中国的 说到底就是政治上是不相信 明白吗? 阿芬汪就说 难道有很多国家信露味? 那当然是不相信的 其实大家都是有不相信的 是不相信的程度的 你明白吗? 程度是有差异的 好了 这个青山逃犯麻醉员就说了 普京说5月9日会在Mariupo搞胜利巡游庆祝 所以他一定会在5月9日前搞定 压速钢铁厂 勾不成功都可以顺利巡游的 其实 不过他们应该知道里面没有粮水的了 因为他们真的应该是没有食物的了 他们里面是没有水的 Ostrand就说有些人就是要说中美争霸 没有可能同意你这么说 那个问题就是事实上 你说中美是不是争霸呢? 中国没有说过要跟美国争霸的 国家从来都没有说过 中美争霸从来都是西方说的 说中国要跟美国争霸 西方那些中国威胁论作出来的 国家都没有说过 是不是? 说什么呢? 是吧? Howang就说 外蒙古都是俄佬搞鬼分裂出来 这个是真的 还有有些事情没得不记得 日本人搞过魏满洲国 俄罗斯、苏联都是承认的 应该当时是 苏联是承认的 魏满洲国你自己看看是什么 O2XX就说 联合国主席几乎 俄罗斯立刻放导弹炸周边 这件事是有时间搞的 香港人们的车就说 现时西方情愿信 美国都不信中国 那问题就是在这里 他们没得选 他们没得选 其实是 现在是有人要选靠哪 中国是要化了这个问题的 但是有很多舆论是不帮这件事的 我就告诉大家 朱永生就说 现在中国开始强大反驳几句西方 但是非但不能为自己澄清 反而变成印证中国威胁论 说中国强大就会发动战争 变得处处逼人 只是这么说 我又不知道在哪里看回来 其实现在反驳也是很轻轻的 我的看法就是 是说回现实出来的 是说回现实出来 根本就不是 我自己粗浅的看法 不是说要强力反驳 现在说什么呢 现在说得最多 近期你如果有留意内地的说法 说来说去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都不行的话 那就没得说了 其实现在一定要坚持去讲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要化了这件事情的 青山淘宾说完 现在情况情况情况很难发解 很难发解你也要试的 如果你发解不了的话 就会很大事的 其实就 很难发解就会很大事的 那Camp Fire空就说 看看亚洲的地方 信美国全部都没得发展 那又不是 那又不是 那真的不可以这么说的 那真的不可以这么说 就是信了美国之后 它是有得发展到一个情报 一个情报之后它就会停了 因为你是做它代工 那个情况有 它不是不能发展到一个 它发展到一个情报之后 你就不会再有得发展 事实就是这样 那么 那么 感谢观看